Hello你好我是Sindy美国认证的健康教练营养顾问 今天要来讲的是 发芽 坚果和 种子的 重要性 你如果喜欢吃那些坚果 核桃 杏仁 还有一些种子 Pumpkin seed 南瓜子 Sunflower seed 太阳花子的话 很重要你一定要吃那些 发芽果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发芽之后 维他命A 增加了 285% 维他命D1 增加了208 B2 515 D3 256 还有维他命C也会增加 还有Essential Fatty Acid 必须要的脂肪酸 而且他帮助 enzyme 酶 给释放 还有很多矿物质 像 Potacium 加 Calcium 钙 增加了 蛋白质30% 而且你发芽的 而且你发芽的话你会降低 Photic Acid 中文叫做 脂酸 因为他会把那些矿物质营养都会给锁在植物里面 而且他会降低 enzyme inhibitor 就是煤的 抗 抗 抗 制 剂 它会帮助你 比较好去消化 那些种子 跟 坚果 因为你 摆脱了这些 种子 因为你摆脱了 脂酸 还有 煤 抗制剂 所有的 维生素 矿物质 都会增强 而且会释放 你会 得到更多的那些 蛋白质 譬如说像 broccoli 西兰花 芽 的话 比 大的 西兰花菜 还要多50倍 的植物 营养素 叫做萝卜硫素 叫做 Sephoraphane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这些 发芽的 坚果 和 种子 怎么做呢 第一步就是把它 种子跟坚果 浸在 水里面 那水里面放一点 盐放一点 Lemon juice 柠檬汁 然后让它 浸隔一个晚上 12个小时 到24个小时 都OK 这样子它会把 那些 酶的抗制剂 90% 大部分都可以拿掉 而且还有 Biotic acid 那些 脂酸 大部分都可以 拿掉 浸完之后呢 如果有 皮的话 像杏仁有皮的话 把皮剥掉 因为那个皮是不好消化的 把皮剥掉 你放到 Dehydrator里面 就是干燥剂 把它烘干 12个小时 记得要低温 70度C左右 因为当你 高温的时候 很多 对身体好的 这些霉 都会被 煮掉 都会因为太热 它就会消失 所以你记得不要煮得太热 因为这样子 你吃那些 Roasted 烤过 的坚果 它们虽然比较好消化 但是已经没有营养了 因为它是高温的去 烤它 当你把它 Dehydrator 把它 干燥 12个小时 到24小时 低温之后 拿出来 你就会有 一个非常 好吃的 而且营养 的坚果和种子 你如果喜欢吃别的 口味 你也可以自己试着 加一些spices 一些辣椒的味道 还有一些 盐啊 还是胡椒粉啊 可以做你自己 喜欢吃 的口味 的坚果 当我在 旅行的时候 很少 看到这些 发芽 的坚果 在超市 或者是其他地方 卖 我不了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 非常重要 因为 这些植物 这些坚果 跟种子 它们 不像动物一样 它们可以逃 逃离 那些 想要 吃它的 Hunter 猎人 那些种子跟植物 就只能 做在原位 然后如果有东西来吃它的话 它 唯一能够保 自己的 就是这些 植酸 还有这个 很硬的壳 的皮 像你吃 Walnuts 的时候那个壳 很硬 因为它要保护它自己 因为这些理由下 它自己为了保护它自己 它里面有 含一些毒素 当其他的动物还是 当它被攻击的时候 它用这些毒素来 毒死这一个 吃它的 这些动物还是昆虫 所以这些是 当你吃的时候 当然我们人不会马上就 就昏倒还是什么 但是 长期下来这些 也是会导致你身体 不舒服 所以记得一定很重要 一定要去把它 把它 Germinate 然后 把它发芽 让你的身体 吸收更多的营养 而且更好消化 好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 你如果觉得我的video有帮助 麻烦你分享 喜欢 Subscribe Follow我在Instagram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的website在下面 谢谢观赏 下次见 拜拜